大家都知道,明年夏天对于勇士来说是最痛苦的一个夏天,他们将面临一个最卒罪伤感情却无法逃避的考验,那就是巨头们的心肩问奇。 出去互利铁定留队,其他人的去留都是一个悬念,虽然勇士老板正在竭尽权利是约四巨头,但看起来似乎很难同时拥有他们,不出意外的话,明年杜兰特肯定会跳出合同,与勇士签下一份五年两亿的顶薪合同,与此同时,克莱唐普森的合同也即将到期。 如果勇士想要续约汤普森,那么必须要付出一份五年1.88亿的定薪合同,还有追孟格林,也将面临一个续约的问题,虽说谈钱商感情,但是NBA就是一个商业联盟,如果钱的问题处理不好,勇士四巨头解散已成定局。 前段时间,克莱的父亲老汤普森说,在勇士打球前,不会成为主要考虑因素,但是汤普森自己则表示,现在很难说,我肯定会有兴趣,不过怎么说2019年,我都会成为自由球员,我的第一选择肯定是留在勇士。 汤普森表示,我已经说过很多次,我愿意在勇士达到退役,和同谈怕一直在进行,不过我认为双方想法一致,我愿意在剩下的职业生涯中都在这里效力。 显然,在汤普森心中,他是绝对不会让心的,勇士愿不愿意给他顶心,是他缺留的关键,对此小编只想说,已经三贯了,是该考虑考虑金钱的问题了。 毕竟家里还一条爱犬要养人呢?那么,勇士会在资金这么紧张的情况下,顶心留住汤普森吗? 对于这个问题,勇士老板拉科布,终于做出了回应,拉科布表示,我们没准备让他降薪,我们不期望通过降薪留下他,我的目标一直是,期待汤普森永远待在我们这里,我也非常有自信。 结果会是这样,看来勇士已经做好准备给汤普森定心了。 这也就意味着,勇士次去投100%会解体,那么最有可能离开的一定是追梦格林,NBA,下落地黄蜂队的荆州勇士谈到格林。 拉科布只说了一句话,我爱格林,短短四个字,实在是耐人寻味啊。 值得一提的是,科尔也曾对汤普森流队表示了充分的期待,我觉得克莱是那种整个职业生涯都穿一件球衣的球员,没有多少这样的球员。 科比布莱恩特、德克·路维茨基这样的球员,我非常想看到克莱汤普森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个勇士球员。 Certix Warriors Basketball 是啊,虽然汤普森不是勇士的绝对核心,但是他对勇士的作用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,勇士如果放弃他,整体实力一定会面临巨大瓦解。 过去几年汤普森不但一如既往的表现出色,而且在过去多次季后赛登城中,把勇士从死亡边缘中拉了回来。 可以说,没有克莱就没有勇士四年三冠的伟业了,而格林就不一样了,虽然他在防守上和带动进攻上具备很大的作用,但是在德本上能够给全队带来的帮助十分有限。 而且格林的暴脾气时不时还会被球队带来负面影响,十六年总决赛若不是格林的屡次恶范,从而导致总决赛第五场竞赛。 如果他不竞赛,最后的总冠军或许也不会骑士夺走。 Cleveland Cavaliers at the Golden State Warriors 逐渐有了勇士老板的承诺,汤普森流队是肯定的了,那么最开心的一定是库里吧。 血滑兄弟永不分离。 Cleveland Cavaliers at the Golden State Warriors byloer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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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